乌克兰期待陆欧 俄军攻击会更凶 重无火箭炮这么用 在欧盟权衡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之际 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 则准备让他的同胞们应对来自于入侵的俄罗斯军队更猛烈的袭击 泽连斯基报告称 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多个地区集结部队 轰炸乌克兰染料基础设施 并在顿巴斯地区继续激战 乌克兰领导人在周日晚间的视频讲话中 发出重大警告 本周俄罗斯军队的敌对行动将加剧 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周四和周五 6月17日的峰会上 承诺加快考虑乌克兰未来的欧盟地位问题 泽连斯基的讲话暗示着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声明 不介意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是一直企图推翻乌克兰县政府 建立亲俄罗斯傀儡政权的克里姆林宫 是不会做事不理乌克兰的行动的 而是将采取更大攻势予以阻止 泽连斯基指出 俄罗斯军队的强化攻击是必然的 因为莫斯科使徒杀鸡尽喉 显然我们应该预料到 俄罗斯会有更多的敌对活动 有目的的、四番性的 就在本周 这不仅是针对乌克兰 还是针对其他欧洲国家的 泽连斯基说道 我们正在准备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警告合作伙伴 乌克兰在俄罗斯2月24日 全面军事入侵四天后 申请加入欧盟 自战争开始以来 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为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财政和军事支持 欧盟执行委员会上周批准了乌克兰的候选资格 据路透社消息 预计欧盟领导人将批准乌克兰的成员资格申请 但最终确定乌克兰的路准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泽连斯基周日6月19日表示 欧洲历史会的决定将是乌克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他说明天将开始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周 我们将在这一周听到欧盟关于乌克兰候选人身份的答复 我们已经有了欧盟委员会的积极决定 在新的一周结束时将有欧洲理事会的回应 泽连斯基补充说 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 自1991年以来 很少有像我们现在所期望的那样的 对乌克兰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 我相信只有积极的决定 才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 乌克兰不会用远程重型武器 海马斯多管发射火箭系统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俄罗斯军队目前袭击的重点 仍是集中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中部 其策略是暴力的炮击轰炸开路 逐渐蚕食顿巴斯地区 乌克兰的关键战略城市 因射程等原因火力不足的乌克兰军队 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防御姿态 战斗艰苦 并且伤亡很大 至战争爆发以来的近四个月里 拜登总统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战争的进展 促使美国的援助在不断变化 以满足乌克兰人的具体需求 随着战争的后半段 主要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乌克兰一直请求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提供能够打击更远目标的重型武器系统 火炮和远程导弹 特别是多管发射火箭系统 MLRS 大约三周前 美国拜登政府批准转让四套M142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这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种产品 又称为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据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披露 乌克兰军人已经完成了 关于使用海马斯多管发射火箭系统的训练 该重型武器系统将很快投入战场 并将产生重大影响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 如果西方提供多管发射火箭系统等远程武器 乌克兰将不会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而那正是美国所担忧的 或许会引发战争升级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在丹麦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及乌克兰军队 是否会越过边界追捕目标时 泽连斯基干脆地回答 不 泽连斯基说 我们对炮击平民不感兴趣 我们不是炮击平民社区的恐怖分子 我们是正常健康的人 我们需要这些武器来解放我们的国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